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herese Wong, 王温言 最近我開始教導一些老師 因為我明白 開始你的career 成立自己的studio 其實真的很頭痛 也不知道在哪裏入手 我也很感謝大家 現在發了很多訊息和電郵給我 去查詢關於我的教育服務 如果你們看了這個影片 留言在影片下方 或者發電郵給我 我都會給你一個特別折扣 因為我真的很想幫助你們 在我開始自己的教育 career 其實也沒有人幫助我 那我怎樣開始做自己的教育 career 其實我在那個podcast上分享了 以及之前有個post我都有寫過 那我再重複一點 就是我真的很想去開始自己的教育 career 所以我就放棄了其他所有的performance 或者是一些study的機會 就很專心去做這件事 然後在很短的時間 我已經遇到自己的target 所以我很想告訴大家 你想做到的話 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你要有個planning 有個strategy 有個goal 好了 那究竟有什麼planning 有什麼strategies 有什麼goal 每個人是不同的 我想說是 每個人的教學理念不同 每個人想教的東西不同 每個人想收的學生也不同 所以你要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 所以當我和你教育的時候 我就會了解一下你 究竟想要什麼 你的style 你想建立一個career 在哪一個方面 很多人可能覺得 大家都會這樣教 我也是收了學生回來 不是收學費 然後就教他去做 大家都會做那些exam 比賽 都是這樣做而已 有什麼不同 我想說 其實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很成功地做到自己的studio 你要很肯定自己做什麼 那當然 以後會有變化 我做studio 去到學校 做了7年 7、8年 中間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我個人比較喜歡做一些新的事情 所以我做了一下 我應該做這些 那我就做了一些新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應該可以做這些 那我就會做一些新的事情 但每個人經歷的事情 或者每個人想要做的事情不同 那當然你開頭有一個這樣的idea 那中間要轉其實沒有問題 但你一定要很肯定 開頭要做什麼 例如我講 我的哥哥是年尾做到 我的studio有多少學生 你要收什麼學生 或者你收價錢 其實是很重要的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差不多 或者收到差不多 才去 其實是不可以的 就像你練琴 練chello 總之你練樂器 你不可以很盲目去練 我經常跟學生說 是嗎? 你有planning 你不可以走過去 好,我現在才想想練些什麼 沒有的 在我的字典裡面 就是你練之前 你已經有planning 我今天練些什麼 要練到什麼 我有什麼 我要去 黑服 或有什麼問題 要解決 我經常跟學生說 你列出那些東西 例如你有50樣東西要練 你列出來了 然後 把頭十項是什麼 然後 頭三項是什麼 即是有一個priority 同樣道理 你要設置你的studio 你一定有些priority 譬如你要 交到studio fee 有租 你要交到 那我要多少錢 我要多少錢 好了 你要設置你多少 你收到多少學生 你才能夠遮蓋你的租 那是很重要的 其實 因為你要想一下 你設置一個studio 是一個商業 即是你是主持一個商業 就不是隨便 我教一下 那你就 很混亂 很多時候 freelance musician 或者freelance teacher 因為你沒有一個月薪 每個月都很不同 我以前都是這樣 這個月有更多錢 這個月有更多錢 你做不同的事情 那你會很不安全 這個月有5萬元 下個月有1萬元 糟糕 那我也不知道 我有沒有錢 所以教授是一個很穩定的收入 就是因為 你每個月都有差不多的錢 你未必是正確的 就像別人一樣 出月薪 但你可以做到 大約每個月都有這樣的錢 這是令教授很安全 我很想幫助你們做到這件事 所以你要很清楚自己 譬如 你開始收入學生的時候 很重要 有一個政策 我自己每次 譬如 我一定是寫了很多規模 我很想 大家知道 這些是我需要你們做的學生 他們都明白要做這些事情 譬如 很多人 譬如收不到學費 你要告訴學生 我是月尾收學費 或者月頭收學費 譬如 有些人一個月 是收同一個 fixed price 就算五床也好 四床也是同一個 price 有些人不是的 可能是四個星期 總之我每床是收這個錢 四個星期這個錢 五個星期這個錢 放假 你上課堂嗎 還是不想的 有哪些日子你不想的 或者你需要學生 練習多少時間 每個星期 或者他有什麼要留意 可能是學課程 或者是競賽 競賽 他需要你批准才可以去比賽 你說要刪除他 其實你要幫他考 或者是 有其他 總之你覺得重要的 點 你要付到你的考慮 在我自己和學生 我自己也有通過網站 和網站 收學生 開始我很多人都是通過網站 很多人留言 很多人或是發電郵 我慢慢做了一個 template 就是 回覆一些人 就是這一堆東西 我是需要你知道的 因為 我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 譬如我是想做這種事情的 但是你想要的東西不太好 那你就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去見那個人 也浪費了那個人 去見你 大家都浪費了時間 如果他可以快點找到他需要的老師 或者你快點找到你需要的學生 那就會贏了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很清楚 我需要做的事情 譬如我自己 我簡單一點說 我自己是 重點是 希望培養一些學生 有對於音樂上 鋼琴上的興趣 還有一個技巧 還有一個了解的 所以我不會是 譬如你想我五年入面 考了八級 或者協助 我不可以保證你 他可以做到 但這是他的能力 他可不可以接受到 但我不保證你 我不會是很想 三年考學球 我不做的 我會做很多 譬如我們每年有一個 演唱會 我們有一些 class 我們有一些gathering 我會讓學生去上台 除了表演之外 可能做MC 我希望他 增加他們的自信心 我希望他在台上 可以得到很多 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去對音樂 一個長遠的了解 長遠的欣賞能力 長遠的技巧 我不喜歡一些短視的東西 所以 我會做一些 例如一些 one-off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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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可以做的 有些人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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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堂 我幫他 可能他 Diploma exam 之前 或是Grade 8 進來 他需要另外一個人 去聽他 給他一些意見 我便 給他一些 intensive 的 session 給他一些 可以做這些 或者我幫他 通過 program notes 或者VR watching 我給他一個 我會做這些 幫他 prepare 因為我也覺得 他可能很擔心自己 不知道prepare 好不好 我是沒有問題 但是 我 重點就是 long term 的 education 對 long term 的development 那個人的 music 的foundation 那個piano的technic 或者understanding music 所以 你要很清晰 告訴學生 或者家長 你是做這些 如果他需要一些人 很快地考試 那 你不是做那個target 的students 那你就不要做了 在我的範疇 我便不會做了 這樣